这个年轻的女人来到 60岁患癌富豪家里做护工 把对方当作亲生父亲一样照顾 然而她的目的却不简单 男人如今已是癌症暖期 不仅身嫁过千万钱膝下无子 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得住的 可世界上有钱人的头脑都不简单 实际上男人知道这些年轻女孩 来做护工的目的是什么 而他倒是要看看女人能坚持多久 其实佳琪从来到富豪家里开始 他就知道自己要面临怎样的考验 因为这个老男人是出了名的话 他已经听说了 近年来到富豪家里工作的人故宫 没有一个能度过试用期的 其实光是每天的基本要求 一般人都无法接受 然而这种话富豪已经听多了 只是冷漠地回复女人 如果中途不干嘛 不仅合同无效 而且一分钱也拿不到 但是佳琪只想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自己的决心 上班第一天 他就为富豪做了一桌子好菜 温素搭配合理 碳水和维生素均衡 本以为能得到富豪的认可 谁知道富豪只是将菜加入口中 嘴里嚼了几下之后 就直接吐了出来 随后愤怒地将碗筷拔掉 佳琪刚想解释说 这是原生态的新鲜蔬菜 所以才会有点苦 然而富豪只是警告他不许停住 随后就不耐烦地让女人收拾干净 起料佳琪收拾碎片时 不小心被碗筏伤了一口子 富豪见词却没有半点心疼 佳琪忍着疼痛把碗筷收拾干净后 就来为富豪按摩了 男人显得十分享受 不断发出满足的哼哼声 随后又让佳琪加大力度 并且要按完每一个角落 这样才能彻底杀死癌细胞 而佳琪在累了一天后 终于睡了过去 这时富豪却刚好醒来 当他发现女人睡着后 二话不说 直接一碗冷水泼了过去 富豪警告他要24小时看护自己 因为体内的癌细胞会随时杀死他 他嘴上说被冷水惊醒的感觉 总比醒来后 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好饿了吧 佳琪健壮也不敢反复 只能静静地守护着男人睡去 第二天他吸取了昨天的教训 做菜时先用大火将蔬菜烧开 倒掉第一波水之后 再用温火熬煮一遍 老头虽然觉得菜不错 但是人问他是不是在盘算着 自己什么时候断气 佳琪只是说没有这回事 然而男人似乎习以为常 佳琪知道男人爱喝茶 所以买来茶叶后都会将他晒干 然后每天帮男人细心清洗 被尿液打湿的床备 之后再为富豪细心清洗身体 而他认真负责的态度 男人都看在了眼里 于是决定带着他 去参加上层人事的聚会 在男人和老同学的宴会上 佳琪可谓是体贴入微 端茶道水面面俱到 甚至亲自将要喂到富豪口中 老同学看到这一幕羡慕不已 说他最近满面红光气色好了很多 原来是有这样一位家人伺候呢 真是几乎藏娇惹人极度 佳琪可谓是让富豪转进了风头 男人这时故作谦虚地说道 佳琪是自己的秘书 大家不要想多了 这是台上的主持人 邀请台下的宾客上来唱歌 富豪的老同学当即 请佳琪上台演唱一首 而佳琪见大家如此热情 也没有推脱就上了舞台 此时的氛围也是烘托到尾 佳琪教好的容颜加上甜美的歌喉 完美收割在场的所有男人 甚至在回去的路上 富豪还回味起刚才个美妙 随后他问起佳琪的年龄 得知他才28岁后 感慨和自己儿子同碎 可惜儿子走得太早了 随后他又问起佳琪在哪学的唱歌 佳琪只是说是男朋友教的 但是后来男朋友丢下他自己跑了 富豪听后只是闭上双眼 脑海里闪过一个女人的画面 而女人口中唱的歌 和佳琪刚才所唱的一样 富豪说自己也曾遇到一个女人 他教会自己唱歌后就离开了 而两人之间的故事是否有关联呢 这天他正细心地为富豪 轻轻修剪老化的脚趾甲 而他细心负责的行为 也让脾气古怪的富豪 第一次觉得这个女人 和以往的护工似乎不一样 看到女人背上 有一根枯落的头发后 只是轻轻为他扯去 佳琪正为男人的举动感到差一失 富豪只是感慨 要是挨细胞也能这样 轻松摘下来就好了 自从佳琪来到之后 他似乎对生命有了新的期盼 然而病痛却不会因此放过他 富豪越不想死 癌症似乎越是要折磨他 这种感觉让他生不如死 此时他却第一次没有麻烦佳琪 只是艰难地爬向一旁的桌子 然后抖动了双手 独自将要吃了下去 随后他又艰难地拿起杯子 打算用水将要吞付下去 然而手一抖杯子掉落滚 发出了碰撞的声响 佳琪在门外听到动静 急忙敲门询问怎么回事 并提醒他马上到运动的时间了 然而富豪急忙捂住嘴巴 生怕门外的佳琪看到自己的胸态 随后他忍着痛苦 让佳琪先去为自己烫衣服 等女人烫好之后 男人一脸疲惫地走了出来 他一边拿着衣服 一边叫佳琪去照相馆 帮自己取回照片 佳琪还想劝他先去运动 但是被男人强势要求 现在就去 佳琪在照相馆看到 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后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拿着富豪的照片 一路拼命地往家里跑去 对 对 而此时的富豪已经换好衣服 只是看了自己和妻子的合照之后 就说自己马上去见妻子 而正在往家里赶来的佳琪 此时却突然摔了一跤 相框的玻璃也被摔碎了 然而他立马爬起来继续往家里跑 此时的富豪已经搬来一张凳子 随后准备用挂着的绳子 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时佳琪已经赶到了家门口 他拼命地输密码 然而却由于慌张不断疏脱 这时富豪双腿一蹬 立马被吊在了半空中 可怕的窒息感立马向他袭来 还好佳琪及时赶到 此时他紧紧抱住富豪 好在终于将富豪救了下来 盼着他难受地喘着气 佳琪知道他现在需要喝水 可是这个状态根本无法喝得下 佳琪无奈之下 只得将一口水含在口中 然后轻轻喂到男人嘴里 得到生命之源的滋润后 富豪终于醒了过来 二人就像一对情侣一般 欢快地走过医院的长浪 而此后富豪也会和佳琪 一起在街上闲逛 佳琪本想为男人挑选生蚝 但是得知是饲养的之后 就让老板明天进一批野生 说贵一点没事的 他要买回去煮给富豪吃 这时老板却夸要起男人 您的女儿真孝顺了 想必病情会很快康复的 佳琪健壮赶忙挽着富豪的手 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这时男人的妻子走了过来 说刚才的男人是王校长了 他只有一个儿子 可惜被车祸撞死了 而女人可能是他新娶的妻子 男人闻言口气却变了 富豪悄悄悄拿着一罐奶茶 生怕佳琪发现还藏在了身后 接着他腼腆地将奶茶放在桌子上 随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看着桌子上的奶茶 佳琪也生气了 一种不为人知的感觉 也在晚上富豪准备睡觉时 却听见隔壁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 原来是佳琪正在洗澡 而此时富豪却再也睡不着 难道自己真的是 卖海鲜男人口中的那种人吗 第二天 佳琪在帮富豪擦拭相片时 看到他死去的妻子和儿子 于是问起他儿子的情况 富豪只是说 儿子年轻时很听自己的话 却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女人 最后才意外出车祸去世的 这时他又突然问起佳琪 你会不会哪一天也离我而去 佳琪犹豫了没有回答 富豪却有些不舍地说道 等自己病情好转他就会离开 佳琪却说自己已经无处可去 男人闻言 心里似乎松了一口气 也在不久后 佳琪陪富豪到医院检查 医生告知两人 富豪的癌细胞得到了控制 在回家的路上 富豪感叹人生正是美好啊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轻轻捂住了佳琪的手 嘴上说去吃生育片吗 然而佳琪此刻 仍旧关心她的身体 此时她表现出了很好的胃口 甚至还小拙了几位 护工担心她的身体健康 在一旁不停地劝急 然而男人心里像憋了一团火似的 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倒酒 面对女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此时老男人孤寂已久的心 不由地躁动了起来 但面对男人过格的举动 佳琪只是有些难看地缩回了手 提醒男人该回家了 此时富豪脸上的失落难以掩饰 然而回到家后 富豪就拉肚子了 佳琪不断在门外抱怨 让她不要吃生鱼片就是不听 然而富豪走出来后 满脸的不痛快 面对女人的关心 她气愤地甩开对方的手 佳琪依旧在后面露出担忧的表情 这时男人突然转身 似乎不想再压眼 内心克制已久的想法 面对男人的得寸进尺 佳琪只能不断挣扎 然而随后她就被甩在了地上 男人此时却不依不饶 似乎想要将埋藏已久的爱恋 在这一刻彻底倾泻而出 然而随后便逐渐清醒了过来 明白了自己的确是自私了 佳琪慢慢爬起来后开口说道 而后悔的事情一旦发生了 就没有挽回的余定 这对于两人来说 都是极其残忍的事 随后她又给了男人台阶下 说都是自己照顾不中 才让她喝了那么多酒 以后自己会更加尽心尽责 然而痛苦的男人 却在原地自言自语道 他当然清醒地知道 自己已经慢慢爱上年轻的护工了 这种爱而不得的滋味 让男人心里憋了一疼 然而佳琪对他 依旧是无微不至地照顾 细心地给富豪准备了生姜片 然而富豪只是吃了一口 就生气地将碗打翻了 说自己受不了生姜片 然而佳琪依旧解释说 生姜片里面有抗癌成分 富豪却固执地强调 自己连生鱼片都能消化 何必担心自己的身体 佳琪见男人固执执拗 只能无奈地脱下衣服 准备收拾地上的玻璃碎片 然而他却像是以一种无声的方式 抗议着男人的蛮横无礼 明知道地上有碎碗片 却慢慢将袜子脱掉 然而佳琪这个举动 却让富豪的怒气瞬间消失了大半 随后他只是俯下身 默默地将地上的碎片捡起来 然后就独自一人走进房间 此刻他内心无疑是痛苦的 接着坐在床上 看着男人给自己买的奶茶 其实他一杯都没有喝过 只是把他们放进角落里 此时他开始自言自语 家琪对着镜子不断哭泣 心里似乎有一种说不尽的委屈 然而到了半夜 富豪却一个劲地给他敲门道歉 家琪此刻正在换衣服 富豪在门外不停地敲门 不断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换好衣服的家琪终于打开了门 富豪再也受不了这样的证据 说给他钱让他离开吧 可家琪似乎另有目的 随后就将富豪扶到床上 然后让他慢慢躺在自己怀里 准备给男人喂药 轻轻扶起来把药喂到对方口中 不仅如此他还尽心尽走 为不能自理的男人清洗身体 当富豪在卫生间并发时 他都会第一时间感到帮他出口 可当富豪想要表达爱意的时候 家琪便以情绪激动 不利于病情康复为由 事实起身逃离现场 丝毫不给男人忌讳 男人以为对方是嫌弃自己的年纪 于是便对着镜子 第一次细心地将脸上的胡子刮干净 这样看来的确年轻了不少 男人也自信了很多 随后他便来到客厅 看到家琪正躺在沙发上睡觉 这时他正好转过身来 露出了年轻靓丽的脸庞 男人生怕阳光刺到他的眼睛 还关心地抬起手主动为他遮挡阴光 其实只是这样微不足道的举动 富豪也觉得无比幸福 随后终于鼓起勇气 将准备已久的结婚戒指 轻轻戴在了女人的手上 然而女人却正好醒来了 男人听到着熟悉的台词 不由得心中一惊 现在家琪似乎把这句话 连锋不动地缓了回去 然而富豪只是关心起他是否饿了 原来他早就坐了一桌子好菜了 在饭桌上他一个劲地说自己老了 似乎想要博得女人的同情 然而家琪却一言不发 表情阴冷地坐着听他说 富豪见状只是劝他赶快吃饭吧 家琪这时才开口说话 富豪当即表示 现在自己才舍不得死呢 甚至为了展示自己对生命的渴望 他当即抓起一只鸡腿 狼吐虎咽地啃得起来 随后勉强地将嘴里的肉 艰难地咽下肚子 表示自己的胃口绝对没问题 家琪随后表示自己已经有没有了 便不耐烦地离开了餐厅 只留下富豪满脸错愕地留在原地 随后只见女人穿着鲜红色衣服 配上性感的黑色短裙走不出去 此刻他宛如一个女皇 卖着霸气十足的步伐离开了别墅 而富豪也急忙换上衣服 想追上去却已经晚了 只能端坐在门口等他回来 此刻的他已经陷入了情爱中无法自拔 对生命也是第一次有了强烈的恳求 很快天空便乌云密布 随后就下起了影 而男人由于白天吃坏了肚子 在厕所里不断往头 这时家琪却正好敢来 他却没有再像往常一样悉心照顾他 随后只是摆出一副高冷的姿态 可富豪苦苦哀求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难道他还不明白自己的心意吗 然而富豪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只是跪在地上说 只要女人肯成全自己 他愿意把房子和所有的钱都给他 每天都给他买漂亮的衣服 化妆品想买什么都可以 然而女人却表示自己不需要这些 男人连忙问到底要怎样他才看 女人却认为现在一切为时已晚 正当富豪还准备说些什么事 家琪却反问他 男人这时似乎想起了什么 连忙问女人到底是谁 家琪这时才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就是富豪死去儿子的女朋友 那时家琪在夜场上班 第一次认识小豪 发现他和别的人不一样 显得十分安静也不喜欢说话 那晚他喝了很多酒 一个人头疼地坐在街边 小豪却礼貌递给他一瓶结酒药 还劝他以后不要喝那么多酒 后来两人越来越熟悉 他没有在乎过家琪的身份 之后二人终于成了 对方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然而富豪知道了两人的情感之后 却果断劝儿子离开家琪 并且不断侮辱对方陪酒女的身份 认为儿子给自己脸上抹黑了 就这样父子二人不欢而散 然而之后富豪又打电话给家琪 让他彻底离开自己的儿子 尽管佳琪不断哀求说 他们两人是真心相爱的 富豪都没见过自己 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然而富豪始终看不起家琪的身份 家琪听到这样的侮辱顿胆心如死灰 然而令他绝望的事情还在后面 富豪之后叫来一群混混 他们先将小豪嫁住 竟然当着男人的面 直接轮番把家琪羞辱了 并且还抢迫小豪看着这一幕 他只能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而且在噩梦结束后 混混还嘲讽他刚才的演技很不错 接着只是掏出一把钱 随意撒向女人 说家琪的工作不就是为了钱吗 话说完之后就扬长而去 只留下痛苦的两人在房间里 不断流着绝望的泪水 小豪只是一个进的道歉 他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无能 不能保护心爱的人 随后他失魂落魄地走出大厅 嘴里仍旧不断咆哮着 这种撕心裂肺的痛 让他对生命再无留恋 随后只是绝望地走到路中间 一辆急迟而过的汽车 也彻底带走了他 得知噩耗的家琪 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之后他看向正在为儿子伤心的傅豪 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所以才会来到傅豪家里成为护工 这一切都是为了报仇 而他之所以对傅豪如此体贴入微 就是为了让他彻底爱上自己 甚至为了让傅豪有活下去的动力 他不惜通过做见自己痛苦的方式 家琪就是想让傅豪也体会到 自己最在乎的东西 被人活生生扼杀掉的痛楚 看着眼前这个狼狈至极的男人 家琪心中无比畅快 而家琪在说完之后 只是静静地回到房间 默默地聆听着门外老男人的哀号 这种大仇得报的快感 让他感到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时得知真相的富豪悲痛欲绝 他坐在地上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哭喊声 看到死穴儿子以及妻子的照片 男人不禁后悔万分 终究是自己的清高和自负 害了这个唯一的儿子 现在报应也终于降临到头上 但可悲的是尽于这样的方式 富豪看向掉落在地上 自己曾想向家琪求爱的戒指 心中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 请求家琪为自己洗了最后一次走 而富豪再次换上了笔直的西装 此时他对这人世间 再也没有任何留念 反而感谢家琪能让自己干净地离开 而房间内的家琪不再选择阻止 但是此时 他却也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 只有无尽的悲伤和落寞 毕竟悲剧已经发生 曾经的美好再也无法挽回了 听到门外传来的动静之后 他的情绪此刻终于抑制不住 彻底释放了出来 而富豪临走前立下了遗嘱 将所有的遗产都交给家琪 此时火车缓缓从远方驶来 女人也打算彻底离开这座城市 是时候开启新的生活了 故事结束 这是一部曾遭到 多个国家公开抵制的电影 而年龄在60岁以下的观众朋友 建议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 而本故事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夏美和男友相处了三年 男友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所以两人从未研究过昆资结构 于是趁着这次出来旅游的机会 打算彻底突破最后一层关系 而与他们一样登上这艘战舰的 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可以看到普通的家庭 和甜蜜的情侣恋人们 与此同时还有长毛为首的一群混合 而出卖身体的舞女们也上了船 甚至就连一员和儿子大卫也在上面 这时船也开始进入大海深处 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性故事 也即将上演 这天夏美和男友闲聊时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老头 他似乎一直在收集地上的谜 夏美走近问他为什么 老头却只是笑而不语 只是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事 而长毛第一时间就和一元示好 表示想做他的小弟 一元并没有拒绝长毛的跪舔行为 但是大卫对于长毛这种人并不懂 很不理解父亲的行为 一元告诫他 有长毛这样的人作为走狗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能够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 果不其然 长毛等人很快就发挥了多余 舞女们看到一元和儿子 住着高档豪华的独立房间后 他们心里很快就不平衡了 于是和船员叫嚷的这不公平 他们也想得到一样的待遇 船员对此也毫无办法 毕竟一元享受特殊待遇很正常 但是女人们却不依不饶 这时长毛带着小弟出现了 直接用暴力威胁女人们离开 大卫依旧认为这样做不到 但一元对此感到很满意 随后在就餐时 长毛自以为自己立了功 就要求和一元坐一桌 舰长连忙劝他离开 但是一元却同意了他的要求 不仅给他倒了昂贵的红酒 还让他享用了美味的大餐 而船上的其他乘客 却还只能用餐盘吃着普通的饭菜 这时男友注意到了 一元们享受的特殊待遇 于是上前质问为什么大家都是乘客 待遇却是天差地别呢 长毛趁机展示自己的价值 站出来说一元为国家做大事 吃好一点不是应该的吗 然而男友却坚持 一元应该要做好表率作用 而不公平才是导致世界毁灭的根源 长毛还想用暴力解决问题 然而这时其他人也跟着起步 一元害怕自己的形象受损 于是站出来道歉 并承诺自己以后吃的会和大家一样 男人却问他住的地方呢 舰长说普通舰没有了 所以一元暂时只能住豪华套舰了 男人让一元保证 以后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 就离开了现场 等回到房间后一元的心情很不爽 长毛立马表示自己会让那个男人后悔 然而大卫却让他不要再插手这件事 这会让父亲的形象下滑 当长毛出门后正好遇见男人 他警告男人不要再多管闲事 甚至还对夏美动手动脚 男人不想和这种人产生冲突 拉着女朋友就离开了 到了晚上夏美和男友 却发现老头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二人于是跟了上去 发现老头好像在孵化鸡蛋 而夜晚是舞女们的主场 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家的房间 男人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 然而另一边的舞女却不论眼 说想白条是不可能的 赶快先掏钱 男人当即掏出一把钱 女人们当即开始工作 然而长毛却出奇地对这种事不感冒 他走到炮台找到了一员 发现他正在观察着什么 长毛一眼看出一员贪图夏美的身体 随后长毛就自告奋勇 说自己今晚一定让他得偿所愿 而一员对此也期待过 此时夏美和男友 还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就在女人安慰他下次一定能行事 门外却突然冲出一群混混 他们迅速将男人拖了出去 就开始轮番和女人玩起了游戏 男友则在外面被几人殴打 长毛这时赶来准备想教训男人 但是男人趁其不被一拳击倒了对方 随即立马逃离现场 竟然没有管自己没有死过 然而他没跑多远 就遭到了长毛的埋伏 随后就被残忍地杀害了 接着长毛就将男人的尸体 抛进了茫茫大海 这时大卫路过夏美所在的房间 听到房间内传来的惨叫声后 察觉到不对劲地他冲进了房间 迅速揍了一个青年一拳 然后再拉开另一个小年轻 而女人也趁机逃了出来 却不知混混的老大长毛紧随其后 夏美正慌忙地寻找自己的男友 根本不知道他已经永远消失了 随后他就被长毛堵在了一个房间里 接着就被男人扑倒在了沙发上 变态的男人自然不会放过下头 这次老头同样看在了眼里 他却默不作声没有选择阻止 而等男人享受完毕后 他又将女人扛到了另一个房间 随后一把丢在了床上不迷人享受 长毛却只是微微一笑 随后绅士地退出了房间 一元在喝下一口红酒后 便迫不及待地闻起了 女人身上的香味 而这一次老头同样看在了眼里 这时混混头子守在门外 刚才救了女人的大卫回来了 长毛告诉他现在一元正在忙 并说是自己没有管教好属下 才让不懂事的小年轻打了他 大卫依旧不领他的情 这时一元的事情也半晚了 他一脸满足地走了出来 儿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随后就被长毛推进了房间 还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大卫这才发现事情不对劲 连忙用床单遮掩住女人的身体 他不敢相信 身为一元的父亲竟会做出这种事 然而当他看到 女人那张娇美的容颜时 他也陷入了矛盾与纠结当中 其实大卫第一次见到夏美时 就喜欢上了他 在这封闭的狭小空间内 大卫内心的欲望最终还是战胜了丽质 这一切老人也同样看在眼里 其实夏美一直都是清醒的 只是他不想接受残忍的现实 才故意装晕麻痹自己 之后夏美一圈一拐地走出了房间 但他第一时间却关心起自己的男友 而这晚遭遇悲剧的不止夏美一人 长毛的小弟们因为欲望得不到发现 于是又盯上了一对情侣 几人粗暴地将男人拖到一旁 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接着不顾女人的哭喊 就将他拖进一旁的房间内 等人全部进去后 就将门紧紧关住 任凭男人在外面哭喊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友受到欺凌 一个多小时后 这群畜生们才打开铁门 男人连忙冲进去紧紧抱着女友 不停地安慰着他 之后夏美在炮台那里找到了结人 他当即一巴掌扇在长毛脸上 问自己的男友在哪 长毛告诉他早就为鲨鱼了 这时还是大卫出面制止 女人只能绝望地离开 这时议员和大卫也不禁干大起来 这时夏美已经生无可恋 他想跳进海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却被老头救了下来 他随后便将夏美掐晕了 到了半夜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船竟然缓缓升空了 然而他一觉醒来想跳海自杀时 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原本航行在大海里的船 此时竟然飘到了万米高空中 这时船上的其他人也发现了异常 纷纷惊慌不已 这一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而舰长也是第一时间 向大家通报不要惊慌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信号 但是他正在尝试联系组 此时唯有那个神秘的老人 若无其事地观望着一切 他似乎清楚着背后的真相 夏美也注意到了这个怪异的老头 昨晚他准备跳海自杀时 就是老人就吓了他 他来到了老人的船舱 发现他已经将之前的弹 成功孵化出了两只小鸡 而且这里到处堆满了 他在战舰上收集的泥土 夏美问他为什么要救自己 为什么要阻止自己去死 然而老人指示 将一杯泥土递到夏美面前 里面的植物似乎孕育着希望 夏美知道老人肯定明白 这艘战舰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老人却和往常一样 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战舰上的人已经乱做了一团 大家都堵在仓库门口疯抢粮食 舰长为避免混乱 站出来说自己会合理分配粮食的 然而大家对此却不服气 这时议员站出来说话 他承诺自己一定会保护好粮食 请大家相信自己 但是舰长认为这是他的战舰 理应由自己负责管理 然而议员却仗着 背后有一帮混混撑腰 想强行接管这艘战舰的所有食物 民众们见状可不同意 于是大家纷纷闹了起来 长矛立马直接掏出一只手枪 原本喧嚣的人群 瞬间安静了下来 议员也顺利取得了食物的控制权 然而接下来他却下达了一个命令 直接让所有人的粮食减半 并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饭团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粮食 舰长本想抗议 还是被长矛用手枪给震慑住 接下来议员等人取得了控制权 大家每顿只能领一个饭团 即便抱怨也没有任何作用 然而议员等人却在包厢内 大鱼大肉地享受着美味大餐 这时大家冲了进来 是问为什么他们能享受特殊待遇 长矛却开口了 他说现在大家需要 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来化解危机 而议员就是不二人选 吃好一点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议员也站起来发话 他说粮食只够一个星期 所以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都要进入紧急状态 且以后粮食还会减半 而不服从的人将会受到惩罚 这时长矛也配合着议员发威 大家对此感怒不感言 而舰长现在也无法联系上座 未来的处境不容乐观 这时议员和长矛等人进来 舰长警告议员 他们自己大鱼大肉 别人却只能吃少量食物 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起暴力 然而议员却清楚一旦食物吃完 就会陷入人吃人的境地 那时又该当如何处理呢 想要避免人间地狱 那一切就得听他了 随后更是扇了舰长一耳光 彻底建立了自己的权威 其实议员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自保 只要大家吃不饱饭就会没有理解 而自己一伙人则保持正常饮食 大家因为每顿饭都吃不饱 开始变得有气无力 一个个都是病泱泱的样子 而议员们则每天都大吃大喝 大卫和父亲抱怨 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这时夏美也走进了房间 质问他们为什么人可以大鱼大肉 这简直太不公平了 长矛自然不会惯着闹事的人 准备想给夏美一个教训 这时大卫又及时制止了他 然而长矛却说出了一个事实 之后大卫找到夏美道歉 女人这才知道 原来那晚侵犯自己的人 也包括了这个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 他自然不会选择原谅对方 狠狠扇了大卫两个耳光 之后夏美难过地回到了老人的船舱 而老人则在悄悄储备食物 之前孵化出的小鸡也在慢慢成长 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 危机即将来临 但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难如登天 此时这艘装载着一百多人的战舰 已经挑在万米高空中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食物已成为了首要问题 每个人一天只能领一个饭团 然而取得控制权的一员等人 每天却依旧大吃大喝 还能享受着美味的鸡腿 随后他又准备让儿子看一出好戏 只见男人把鸡腿随手一丢 所有人立马像疯狗一样 纷纷朝那只鸡腿扑了过去 此时根本就顾不得什么形象了 这一幕就连作恶多端的长矛 都有些看不下去 大卫更是被深深震惊到了 而一旁的混混们则是看戏白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此时船上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而夏美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大卫再次挺身而出 虽然他也参与了侵犯夏美的事 但此时心里仍存有良知 民众们即使心里有怨气 可一员等人掌握着武器 他们对此根本毫无办法 然而一个年轻人 偷偷找到了长矛的属下 他用十倍的价格悄悄换取了食物 可还没来得及和女友享受 食物很快就被其他人抢走了 其他人见状纷纷一拥而上 而长矛很快就听到了动静 知道属下私自贩卖食物后 立马就是狠狠的一顿教训 随后长矛向一员道歉 是自己没有管好小弟 谁料一员反手就是两大巴掌 长矛的小弟看不下去 准备替狼大出头 然而一员随后直接掏出了手枪 长矛见状立即低头道歉 说自己一定会管好小弟 而身后的普通民众见状也很害怕 一个个事不关己高刀挂起 男人见震慑的效果拔刀 这才满意地转身离开 然而私底下 他又给长矛到酒陪里道歉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还不忘轻轻抚摸他的长发 安抚着长矛受伤的心灵 表示我们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牢牢控制他们 而长矛也深知这个道理 掌握话语权的他们 在这艘战舰上的确可以为所欲为 就连长矛的小弟们 都可以在船上尽情地玩乐 这天胖墩来到武女的房间 递给他们一包香蕉 武女们当即狼吞虎咽地啃食了起来 而胖墩等人则开始享受他们的身体 这时大卫也透过窗户看到了一切 大卫见状只想离开 然而长矛却说 他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反正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为什么不好好纵情享乐了 但大卫依旧保持着最后的良知 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月 这时夏美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不想让这个罪恶的孩子出生 但是老人及时制止了他 并默默告诫他活下去才有希望 女人想到这个孩子也有可能是男友的 答应老人自己会安心把孩子生下来 随后老人为他展示了正在生长的植物 等到他接触果实 他们就能在这里活下去 然而要坚持到那个时候 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好在这时大卫给夏美带来了食物 老人将食物递给夏美 可夏美仍旧不想接受大卫的好 老人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他不想接受玷污过自己身子的人失神 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夏美最后还是将食物吃了下去 但船上的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由于三天才能吃一顿饭 大家开始变得全身乏力无精打采 而人群里只有巫女们还生龙活 这时广播里又传来通告 说今天不会再发放食物 这下大家终于忍不住了 所有人都拿着家伙冲向一员的房间 长矛的人再也控制不住局面 只见大家纷纷冲进厨房 打算将食物一扫光 这时一员出来了 他没有一句废话 直接开枪打死了一个人 这下所有人都老实了 纷纷放下手中的食物 然后气馁地离开了现场 就在几个属下想要处理尸体时 老人却走不过来 看这情况是要由他来善后 一员见状也默许了 老人将尸体拉回房间 然后就把夏美推了出去 随后他就将尸体给处理 接着将骨头用火烤干后 再通过搅拌机磨成粉 最后将它用作培育植物的养分 船上的食物就即将耗尽 而一员在这种时刻依旧大吃大货 他还下令停止发放食物 然而一员不知道的是 舰长和船员们再也忍不住 他们拿到之前藏起来的手里 想要和一员等人来个鱼死往后 随后只见舰长拿着手里 闯进了这群坏蛋的船舱 他随后拉开手中的毛巾 想要将船舱里的人全部炸死 就在舰长以为 里面的人全都被解决时 他缓缓打开了舱门 起料一只手枪瞬间顶在了毛巾上 其他船员舰撞也纷纷逃离了现场 一员威胁男人找到了藏起来的手里 这时舰长趁人不注意瞬间跑不出去 这时长毛汇报说 食物最多只够吃一个星期了 但是如果只是他们几个吃 那就还能坚持一个月 一员一不做二不休 打算将所有人全部干掉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划 这天人们正无精打采地坐在广场上 这时广播突然播报现在开始分发食物 大家听说后兴高采烈地前往食物仓废 生怕晚了一秒就分不到了 可等人全部进来后 长毛的属下立刻将门锁死 随后一员打算朝各个窗口丢手里 即便大卫劝阻他不要这样做 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颗手里下去 爆炸生地门传来 就这样一员开始逐一朝窗口投放手 而长毛的属下门则是拿着肚子 只要见到人就看 这艘战舰上儼然成为了屠宰场 手无寸铁的人犹如牲畜一般任务宰杀 这群丧心病狂的歹徒早就失去了人性 男人从兜里拿出一根香蕉 当着这对小情侣的面 接着就随意丢在了地上 只见男友迅速将香蕉捡了起来 然而女人也瞬间扑了上去 却被对方一把推开 就在男人以为能独享食物时 一员随手一枪打在了他后背上 这使女人却顾不得男友的死 而是迅速把香蕉捡起 接着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然而一员只是慢慢走到女人的身旁 随后把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 紧接着就送他去见了男友 男人疯狂的行为让儿子不敢相信 就连手下的长毛也认为他是不是疯狂 但是一员却不以为然 因为这艘船上活着的人本就没几个 随后两人又因为食物问题 发生了内讧 一员用枪威胁长毛带自己 去找属下搬走的食物 起料舰长已经将汽油撒在了食物上 等一员和长毛赶来时 他立马掏出打火机 就算同归于镜他也要饿死对方 一员当即一枪打在了舰长身上 却也导致地上的汽油燃了起来 几人瞬间荒作一团 而等火势熄灭时 什么也没有剩下了 这时战舰已经沦为了一座人间猎狱 而老人则是把夏美带了出来 随后掏出腰间的菜刀 开始到处收集尸体 随后还将菜刀递到夏美手中 让他亲自动手 夏美此时也知道 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随后他们将骨头用搅拌机打 用作蔬菜的养分 而按照这个趋势来看 要不了多久植物就能接出果实 且那两只小鸡也逐渐长大 只要坚持到他们下班 两人或许真能在这片地狱里 长久地狗活下去 这个神秘的老人来到一具尸体旁边 只见他从瓶子里掏出一颗种子 然后缓缓放进尸体的口中 之后再咬上一勺子泥土 接着他又来到其他尸体旁边 重复刚才的操作 示范几遍后 他就将种子交给夏美 夏美也按照老人的方法照做 此时生存的欲望 已经战胜了内心的恐惧 而另一边存活下来的一员 终于对儿子大卫袒怒心生 他不在乎其他人的死 希望儿子一定要活下去 但大卫对未来已经不抱有希望 因为现在食物已经被烧干净了 一员健壮立刻拔出手中的刀 想要割下身上的一块肉给儿子冲击 男人告诫儿子要想活下去 就必须成为食人族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而在成为别人的食物之前 就要先吃掉别人 两人分开后 大卫就找到了夏美 此时女人已经原谅了她 只希望二人能一起努力活下去 这时长矛却赶了过来 她想要带走夏美 然后把她吃掉 大卫当然不会同意 她仅仅护住女人 两人也因此爆发了冲突 好在这时一员也出现了 她一枪打中了长矛的肩膀 想要在开枪时却没有子弹 长矛趁机一拳将她打倒在地 随后立马捡起地上的枪 重新将子弹上膛后 接着一枪打中了一员的腿 随后她还想杀掉大卫和夏美 这时一员却让她先杀掉自己 长矛也是毫不客气的开了一枪 没想到这个作恶多端的男人 临死前心里还想着自己的儿子 就在长矛补上最后一枪时 大卫和夏美趁机逃走了 长矛也立马追了上去 他将夏美逼到一个角落里 夏美连忙说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很可能就是长矛的 因为那天侵犯自己的人中也有他 长矛文言当即没开眼笑起来 觉得自己这样的人也有后代 然而大卫这时也赶不过来 说孩子要是他这个败类的 那未来真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他说孩子一定是自己的 而夏美则趁长矛不注意 拔出了他腰间的手枪 长矛健壮立马让夏美做出选择 表示跟着自己才能活下去 夏美当然不会选择和这种人生 随后一枪送他去见了上帝 就这样夏美和大卫以及老婆 成为了这艘战舰上最后存活的人 但是大卫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他想吃掉老人养的鸡 老人随后递给了他一罐人肉 大卫开始并不愿意 但是夏美告诉他这只是食物 随后女人率先吃了起来 大卫健壮也跟着下口了 根本不顾夏美还怀着深运 事后两人一起安慰着对方 互相想着活下去的希望 时间又过去了一周 这时他们已经适应了吃人肉 但肉已经开始腐烂 实在难以下口 大卫想到老人还有两只鸡 夏美却劝说他要等到鸡生蛋才能吃 但是大卫已经饿得不行了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老人这里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老人却递给他一块肉 大卫还以为是老人储存钱 但是夏美却知道 这是老人从身上割下来的 他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随后两人就坐在炮台上吃起了肉 但是没多久两人很快就饿醒了 于是他们又回到老人的船舱 这时老人却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排排血色脚印 这个神秘的老人不知去了哪里 然而他却留下了满满的一桶肉 这够两人吃上几天了 但随着时间的流失肉也吃完了 这时大卫又打起了鸡的主意 夏美坚持要等到鸡生蛋才行 但是男人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夏美健壮 只能割下自己手臂上的一块肉 可大卫早就厌倦了吃人肉 随后拿起刀打算杀了母鸡吃 而就在他即将下刀的那一刻 夏美也用斧头结果了他 他面无表情一刀一刀地剁着肉 老者临终前把道理已经告诉他了 只要鸡还在他就会下出蛋了 然后蛋又能孵出小鸡 他就能永远地在这里活下去 而夏美也靠着大卫的肉 度过了一段时间 这时种下的西瓜也从地里长得出来 而且他还找到了一个鸡蛋 此刻女人眼里充满了希望 随后夏美发现土豆也成熟了 可吃到一半时突然感到一阵腹痛 他独自一人痛苦地将孩子生了下来 这下终于不会孤单了 接着夏美将孩子慢慢抚养长大 这艘战舰也变成了 一片充满祥和的世外桃源 18年后这里变成了一片森林 孩子也终于长大成人 然而这天他却拿出爽枪 想要杀掉眼前这只母鸡 还好被夏美及时制止了 很显然长大以后的孩子也变了人形 然而这时他居然对夏美产生了想法 虽然被夏美随手甩开了 但最后两人在这艘船上面追逐着 这又代表着什么寓意呢 影片结束 注意看 小偷进家了这个女人却毫无反应 而男人并没有发现屋子里有人 这时电话里面传来了男主人的声音 他正为刚才家暴妻子而道歉 女人听到声音也来到了门口 男人并没有理会电话 只是注意到墙上的写真 随后拿出手机与他合照了一张 这时女人看到小偷 居然像在自己家一样做起了饭 随后又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然而女人并没有打扰他 他很好奇男人究竟要做什么 接着更奇葩的事情发生了 男人居然拿起家里的衣服洗了起来 就连女人那双半年没洗的鞋子 也是被他刷得干干净净 将衣服晾好之后 他又来到院子里玩起了高一服 而女人则是好奇地观察的一切 然而男人接下来的行为更大胆 直接在浴缸里抛起了走 出来后他想称自己的体重 发现秤已经坏了 随后他开始自己动手修了起来 阿珍依旧默默地观察着男人 随后只见男人站在秤上面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等对方离开后 阿珍也站在了秤上 发现他已经被修好了 到了晚上阿强穿上了男主人的睡衣 用运斗细心地运着相册 随后就躺在了床上 保养起了祖传的爵士宝剑 这时阿珍却推开了门 气氛瞬间尴尬到了极点 阿强连忙打开灯 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 这时电话又响了 趁着女人接电话的时间 阿强则是迅速穿好衣服 然后拿起东西有些不好意思地离开 这时阿珍突然大叫了一声 男人惊讶地回头看去 看着对方脸上的伤痕 以及绝望的眼神 阿强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可怜的女人是家暴受害者 她的眼神里虽然流露出一丝怜悯 却什么都没说 随后转身离去 阿珍同样沉默 只是哀怨地看着男人 走出自己的视线 两个人注定会发生故事 离开女人家以后 阿强怎么也忘不了 对方悲惨的境遇和忧怨的眼神 于是又骑上摩托返回了原处 这时她发现女人 正在浴缸里压抑地哭泣着 她将阿珍扔在地上的衣服捡起 接着打开音响放了一首歌 听到音乐声的阿珍停止了哭泣 等她走出浴室时 看到地上正摆放着粉色衣曲 她随后穿上了套装 而阿强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 接着两人开始挽起了高尔夫球 尽管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是冥冥中却有一种默契 就在这时 阿珍的老公回来了 一进屋就暴躁地百般指责她 女人面带巨色 一声不吭只是默默承受 躲在屋外的阿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她的内心感到了莫名的愤怒 这时男人又像神经病一样 开始百般讨好老婆 然而阿珍始终不肯从她 男人恼羞承认 直接动手打起了老婆 这时阿强再也忍不了 他抄起高尔夫球会 故意在院子里打起球来 男人听到声音 连忙放开老婆出去查看 正当他准备打电话报警时 结果阿强连续三次击球 高尔夫球每一次 都又准又狠地打在阿珍老公身上 疼得他一时站不起来 接着阿强深深地看了阿珍一眼 拿起高尔夫球和球杆离开 随后他骑在摩托车上 故意加大油门的声音 似乎在等女人和自己一起走 阿珍听到声音后 走到老公的身旁 男人缓缓伸出一只手腕 然而阿珍却已经下定决心离开他 阿珍坐上阿强的摩托车 穿过长长的隧道 正式开启了流浪之力 尽管两人没有说过一句话 却有着非常高的默契 阿珍会跟着阿强的后面贴广告 他虽然不明白这是做什么 但也没有问他 第二天阿强带着他 返回昨天贴过广告的房子 由于广告是贴在钥匙孔上的 如果他没有被撕掉 证明主人昨晚不在家 阿强则会用自己的方式打开锁 他进入房间后的第一时间 就是查看电话留言 注意房子主人的去向 以及什么时候返回 其实阿强一个人的时候 一直就是这样做 他几乎不与任何人打交道 只是想通过短暂住嘴 他人的世界而排遣屋子 但是绝不会拖到屋子里的物品 反而会经常帮助主人修理家具 然后在主人回来前悄无声息地离开 接着继续寻找下一个空房间 而现在他终于不再是一个人 这时阿强注意到了墙上的血针 走过来的阿强看了阿强一眼 因为血针上的人正是他 阿强是一名职业模特 或许这间屋子的主人 曾经和他有过交集 随后阿强将海报剪成了碎片 再将他打乱顺序拼接起来 仿佛在和自己的过去道别 阿强正在帮房子主人洗衣服 阿强会心一笑 看起来他已经学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两人在房子里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阿强给阿强做了早饭 然后他则是给植物浇水 离开前他像往常一样 在主人的照片旁拍照 没想到阿强也走了过来与他一起合影 阿强虽然有些惊讶 但更多的是惊喜 又一天 两人住进了一个拳击手的家里 阿强正在休留生机时 阿强递给他一把剪刀 男人明白了 随后拿起剪子为他起了剪头发 阿强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 眼神中渐渐有了神采 还主动和屋主的照片合影 到了晚上 两人像普通夫妻一样坐在沙发上 吃着水果看着电视 看完电视阿强拿了一瓶酒 两人随后沉默地喝起酒来 喝着喝着 阿强似乎想到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开始轻声抽气 阿强健壮则将女人温柔地搂入怀中 无声地安慰着 阿强也很自然地靠在男人肩膀上 两人相互依偎着 为对方带来温暖 睡觉时间到了 阿强为女人盖上被子后 就像往常一样离开 但阿珍却拉住她的手 把她留了下来 这一晚 两人第一次相拥而眠 然而拳击手和妻子居然提前回来 看到自己的床上躺着两个陌生人 拳击手立刻冲上去KO了阿强 还好女主人发现家里别丢东西后 及时过来把老公拉住 而两人面对主人的责问 也没有一句辩解 好在拳击手并没有继续追究 两人被撵出来以后 阿珍买了盒泡面喂给阿强吃 想一次安慰她 可阿强还是满心沮丧 于是打高尔夫球发泄情绪 结果击出的球砸伤了一个女孩 看到受伤的女孩血流满面 阿强又惶恐又愧疚 慌忙逃离的现场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哭泣着 阿珍心疼地把男人揽进怀里 无声地宽慰着她 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愈发深厚 找起空房间来也更加默契 阿强负责贴小广告 阿珍则在一旁把风 这一天晚上 他们来到一个空房间 在这个骨色生香的屋子里 两人边听音乐边品查 阿珍突然把自己的脚 放在了男人的脚上 阿强读懂了这个动物 与女人吻在了一起 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吻 但始终没有突破那层关系 天亮后两人继续寻找新的空房间 很快就进了一户人家 结果发现屋子里的空巢老人 已经死了好几天 阿强随即在房间里 找到老人儿子的电话号码 可打过去时却没人接听 于是两人为老人整理好一路 像亲生子女一样用心 按照传统习俗给老人下葬 次日还没等他俩离开 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就回来了 发现屋子里的住着陌生男女 而父亲也不见了踪影 老人的儿子当即大吃一惊 立即选择报警 随后阿珍和阿强就被带进了警察局 中年警察发现阿强的相机里 有很多照片 觉得抓到了惯犯 但任凭他怎么寻人 两人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 随后警察把阿强单独暴揍了一顿 阿珍在审讯室外隔着玻璃 看到心上人被打 心疼到了极点 但是无能为力 最终阿强还是没做任何辩解 只是说出了老人的下葬弟弟 这时警察才发现老人 居然被安葬得非常完好 亲生子女也不过如此 而经过法医检查 老人并不是二人杀的 并且联系到他们之前 私入的房间主人 也没有出现盗妻的情况 所以两人只是私闯名宅而闻 然而警察却通过人口始终淋淡 联系到了阿珍的老公 很快老公就来到了警局 他恶狠狠的 把手中的高尔夫球砸向阿强 然后就把老婆带走了 阿珍走出审讯室时 和阿强深深对视 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不舍 回到家的阿珍对老公十分冷淡 男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阿强 晚上他借着酒精 给了阿珍一个耳光 可阿珍立即回敬了过去 把老公的眼镜都打飞了 他不再像过去那般诺乌 男人实在忍不下心中这口气 于是贿赂警察 然后用高尔夫球恶狠狠的抱怨 这个给自己戴绿帽的男人 在男人发泄完怒气之后 警察准备将阿强带走时 心中愤恨的男人 直接用手铐死死围住警察 他也因为袭警被关进了监狱 然而进入监狱的阿强并不安分 他慢慢脱下鞋子 开始修炼起了隐身术 第一次御警察房时没有看到人 等进入房间后 发现阿强躲在角落里 直接给了他一耳光 然而阿强并没有因此收敛 这次他又爬上了墙 御警进来时没有发现人 感到很气愤 回过头来看到趴在墙上的阿强 又是一顿狠狠的教训 并且警告他再出现一次 绝不会放过他 随着时间推移 阿珍对阿强的思念越来越猛 老公知道老婆在等阿强出狱 随即恶狠狠地说 他要是出来了 自己会用高尔夫球杆叫他做人 然而另一边的阿强 已经开始升级自己的隐身术 他张开双手像鸟儿一样 尝试掌控身体的每一块肌肉 之后御警再次来检查时 无论他往哪个方向移动 阿强都能悄无声息地躲在他身后 他完全掌控了人的视觉盲区 然而御警还是看到地上的影子 他找到了身后的阿强后 又是一顿毒打 可接下来阿强在手上 画上了一只眼睛 开始模拟人的视觉盲区 他终于将隐身术变到了极致 很快就变得更加神出鬼魔 等暴躁御警再次进入茅房后 连阿强的影子都没看见 就被连续打倒 最终御警被打崩溃了 再也不敢进这间牢房 不久后阿强出狱了 他先找到当初 害自己入狱的那位中年警察 接着用高尔夫球 狠狠教训了对方一顿 中年警察被打得惨叫连连 却始终看不见人 之后阿强又去了 曾经住过的三个空房间 屋主也都没能发现他的踪迹 最后阿强终于来到了阿征家 阿征半夜察觉到他来了 他忍住激动没有说话 等老公睡着后 阿征起身来到客厅四处张望 虽然看不到人 但他感觉到阿强就在房间 等走到镜子前时 终于看到了站在自己身后的男人 他伸手轻抚阿强的面庞 两人露出甜蜜的微笑 这时老公却走不出来 可来到客厅时 发现阿征一个人站在镜子前 就问他在干嘛 阿征居然转身笑着说了一句 我爱你 老公愣住了 他完全没想到阿征会这么说 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别人 这才确认他是对自己说的 喜出望外地把老婆揽进怀里 阿征随即向老公身后伸出一只手 而阿强也及时现身 握住阿征的手 接着就在老公怀里 阿征和他身后的阿强围在了一起 从此阿征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好 老公还以为他回心转移 却不知自己的家里住了第三个人 当老公去上班后 家里成了两人的天堂 他们还玩起了躲在你背后的游戏 阿征明知道阿强就在身后 但怎么也看不到对方 最后他想到一个妙招 张开双臂缓缓后退 阿强也只能跟着后退 直到退无可退贴墙而立 然后阿征转身看到了男人 两人随即甜蜜地拥吻在一起 此时秤上的体重也归零了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高丽王从小患有一种怪病 他竟对女人提不起任何兴趣 但为了能让王后怀孕生子 延续高丽王朝 他只能叫来自己的贴心侍卫帮忙 侍卫却是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王健壮只得鼓励他勇敢一点 侍卫终于忐忑不安地 走进了王后的房间 此时王后的神情不知是喜事碑 而王默默在门外等待着一切 护卫缓缓坐在床榻上 他内心感到非常复杂 看了门外的王一眼后 决定不能辜负他的心愿 然而此时高高在上的王后 却流下了无助的泪水 世卫健壮终究没有勇气更进一步 然而第二天 王却劝他要以国事为主 再次命他今晚必须完成使命 而王的这一举动 也直接造成了三个人的悲剧 高丽王从出生起 就背负着沉重的使命 内有奸臣勾结把持朝政 外有强大的元朝虎士丹丹 随时要将高丽化为自己的形成 朝内外的势力暗流涌动 所以王在幼年时 就开始培养自己的亲卫队 其中一个叫红灵的少年忠心耿耿 他发誓要守护王一辈子 这也让王对他格外欣赏 而君臣之间 也在守护掺杂着友谊中成长 二人形影不离感情深厚 时光匆匆 两人稚嫩的脸庞逐渐变得棱角分明 可红灵的守护与王的宠爱 却随着时间的发酵 渐渐演变成了一种超越友谊的情感 也或许正是这种情愫 竟导致王对女人无感 迟事不肯和元朝指派的公主远房 这样一来王位后继无人 就成了高丽朝廷的头等难题 外人都以为是王后的问题 可不曾想他至今仍是完毕之身 王后端庄美艳气质出众 始终保持着大国公主风范 如此家人任谁也会垂涎三尺 然而王始终对他相敬如兵 从未和他进行过正常夫妻的生活 甚至就连副队长都开始对红灵出言不逊 红灵闻言瞬间怒不可遏 直接走向前 一脚将副队长揣到在地 随后拔出剑来威胁他 以后要再敢侵略殿下 救药了他的脑袋 红灵在属下面前始终保持着威严 但是与王相处时 俨然是一副温润男子的模样 两人的友谊也日渐深厚 然而王后却将一切看在了眼里 他将红灵叫到跟前 言语犀利地指责他 然而王后突然话锋一转 只是说起他向陛下求情 自己的侍女与剑龙为私奔的事 所以特意来感谢红灵 红灵连忙说 这都是他本该做的事 此时王后对红灵意见已经很大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原本敌对的两人 产生了无法斩断的羁绊 这天王一行人外出游玩 王后正迎唱着平日最喜欢的小曲 歌声轻柔婉转令人心旷神移 一只利剑突然破空 瞬间打破了原本的方法 只见一群蒙面刺客齐齐冒出头来 竟然想在光天化日之下 刺杀一国之君 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然而刺客凶猛一场 普通护卫根本不是对手 见龙卫也和刺客们站在一起 眼见刺客猖獗 这时王也拔除了宝剑 准备和贼人殊死一战 红灵剑撞连忙冲上来保护王 无奈对方是有备而来 且人多势众 为了保护王他身中一个飞镖 而王却也为了保护他身受重伤 彻底将刺客清除之后 满朝文武怒斥红灵保护不周 有愧于剑龙卫队长身份 然而王醒来的第一事件 却只是关心起红灵的伤势 王清除刺客背后势力的底气 来源于国家无后 一旦自己出事 整个高丽朝廷 就会成为奸臣的囊中之物 这时元朝皇帝也开始向王施加压力 若王后不能再 限定的期限内生下孩子 那就要强行废掉王 然后换他的叔叔清元军上尉 这件事以后 很多大臣们开始巴结清元军 朝中势力暗流涌动 高丽政权危在旦夕 然而面对来自娘家人的压力 王后这次却站在了丈夫一边 这晚便主动留在了王的寝宫 希望能和他完成一次真正的圆房 但王也清楚 要是不能在原地限定的期限内 与王后结合诞下子嗣 自己就会被废掉王位 然后换他的叔叔上尉 而那时身边的人必将遭到清洗 他劝王后在自己被元朝废掉之前 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吧 然而皇后说自己不再是元朝公主 她已经是王的女人了 现在高丽就是自己的家 王后对此同样深感无奈 然而王却来到他的身边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让他和自己的护卫红灵互相结合 然后诞下子嗣 如此一来就能永绝后患 王后听了之后 直接神情哀痛地坐在原地 红灵听闻同样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作为王最信任的人 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选 况且国家大事容不得片刻迟疑 侍女们慢慢为皇后梳好妆容 此时王宫内和往常一样祥和 所有人都以为是王准备和王后事情 却不知这背后的悲伤与无奈 随后王轻轻地将王后扶到床上 红灵此刻就站在门外 而王后只能神情哀痛地等待着 丈夫带另一个男人来与自己冤访 正当红灵忐忑不安之时 王神色凝重地走了出来 红灵却犹豫不决 王健壮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以示鼓励 这世上最深沉的爱不是独占 而是我的孩子也要和你一样优秀 男人终于忐忑不安地 走进了王后的房间 而王默默在门外等待着一切 此刻的王后内心虽悲痛万分 却闪耀着神圣的光辉 他放下了身为王后的骄傲 和女人的羞耻心 而红灵更是自幼便守护着王 他怀着和王后同样的目的 想帮助王度过这场劫难 只是出长情欲的两人 在没有爱的前提下 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合 而三人中最悲痛的莫过于王 亲手将爱人推到别人的床上 他痛苦却无奈 王虽对于红灵的忠诚很是满意 但王后要是再不怀孕 自己的王朝立刻被内外势力颠覆 他要红灵第二次必须完成任务 这个理由终于说服了红灵 第二晚 红灵与王后极力压制心理障碍 他们敞开心非直至灵魂深处 而从未体验过的欢愉质感 竟让第一次深入接触异性的两人 产生了奇异的感觉 此时王独坐在门外 他默默忍受着这巨大的痛恶 而室内隐隐约约传来的欢愉声 犹如一块块沉重的巨石 砸落他的心头 手中的笔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而此时的三人 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快乐 王神情哀伤地俯着情 悲凉的情声传遍宫殿内 他的内心早已泛起惊涛骇浪 而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 在此后的几个晚上里 红灵和王后都待在一起 而王终于忍不住 偷偷打开房门 其实他内心并不关心结局 只是想知道红灵究竟有没有背叛自己 情欲是感情最好的催发剂 原本是为了使命的红灵 却在一次次翻云覆雨中 渐渐迷失了自己的初衷 看着这个朝夕相处的侍卫 似乎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王很担忧他会从此喜欢上女人 甚至会爱上自己的王后 于是他强忍着心痛 询问红灵与王后在一起的感受 红灵当即否认 说一切只是遵从王的旨意而已 他从小就与王有过深入接触 二人之间情感与羁绊 早已超越陈对军的忠诚 但经历了与王后的雨水之欢后 他的世界被打开了一扇门 想要在江门关上谈何容易 此刻红灵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惘 为了平复躁动了心情 红灵已调查之前王遇刺的事 向王申请外出几天 红灵开始不自觉地注意起了女人 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感觉 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脑海里总是闪过于王后的移拟场景 他终究还是变了 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精致的香包 便买了下来打算送给了王后 晚上他又偷偷返回王宫 想要看心心念念的女人一眼 而这一刻王后也在为红灵祈福 他担心外出的男人遭遇不测 然而关心红灵的不止王后一人 王由于太过于思念他 竟然乔装打扮成常人来到民间 得知红灵外出后王很是担忧 这时红灵恰好回来了 看到王的一瞬间他又惊又喜 王只是让他不要声张 红灵得知王冒着生命危险来找自己 且言语皆满是关切的话语 他的心里既愧疚又矛盾 这一夜二人同整而眠 内心深受触动的红灵 轻轻伸出一只手揽住了王 然而两人回到皇宫后 王后却应替红灵祈福 不幸感染了风寒 王只是细心吩咐御医 熬些忍冬草给王后喝 这时御医却告知他 说红灵白天刚送了一副过来 难道这不是送给王后的吗 王这时也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第二天便将两人召来 说最近王后身体抱养 所以这段时间先不安排同房 王的这番举动 当然是想阻止他们更进一步 而两人虽然内心都喜欢彼此 但也只能把这份感情 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 等朝会结束时 两人一前一后 王后这时停住了脚步 轻轻侧过头朝 红灵看了一眼 红灵似乎读懂了意思 于是下午便来见王后 顺便递上了为王后买的香包 本就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 对于红灵的情感 自此愈加深厚 而这晚和王同年的红灵 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 于是趁王睡着 想偷偷跑出去见王后 却不知王已经察觉到了 他们之间的情愫 极度瞬间涌上心头 此时子嗣问题远没有 失去爱人重要 于是王不再允许 红灵与王后同房 可两人心中燃烧的火焰 越是压抑就越是难耐 几天后 为王后祈福求子的宴会上 大臣们进私底下讨论 王有那么多妃子 却唯独只宠幸王后一人 而现在王后迟迟没有怀孕 要不了多久 王就会被元朝皇帝废掉 他们庆幸已经站对了 王的叔叔一边 几人甚至开始密谋 将王后的哥哥拉拢过来 高丽朝堂即将 迎来一片腥风血雨 然而此刻 红灵却不关心朝政 她的目光始终放在女人的身上 这时王后突然悄悄离喜 正当红灵感到诧异时 王后的侍女 已经来到红灵的身旁 轻声告诉了她 王后的去向 红灵闻言立马跟了上去 随后她来到了藏书阁 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人 此时二人再也压抑不住 内心炙热的情感 在藏书阁里尽情地 倾诉着相思之情 之后 王后赠与红灵亲自绣的头巾 并约定明日子时再见 随后二人又悄悄回到宴会上 而此时的王浑然不知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感情已经不再属于他 即使身为君王 但当下时局实在令他心里憔悴 眼神中透露着这许多忧郁 红灵看到端坐在人群中唱歌的王 眼眸不自觉有些红润起来 而王对红灵的宠爱一如既往 甚至还给他买了新衣服 这时副队长突然来报 之前王玉次的事情有了线索 红灵立马恢复了 剑龙卫队长的气概 当晚便带着属下前去调查 因此错过了当晚的约会 王后一直等到半夜 仍然不见红灵 心中不免患得患世起来 他放下了一国之母的身份 等来的却是对方的失约 此时姗姗来迟的红灵 也没有见到欣赏人的身影 第二天 王后一气之下 决定和哥哥回娘家住几天 红灵来向王汇报情况 王却告诉他副队长已经汇报过了 疑惑地问起他昨晚去哪了 红灵立即找借口敷衍了过去 王虽然不是很开心 但老早就物色好了马匹 准备等待护卫一同赏马 然而红灵却悄悄来到了王后闺房 王后见状连忙叫侍女退下 接着吹熄了蜡烛 饱受相思之苦的两人一见面 情欲之火便不由自主地燃烧起来 之后的情节艺术成分很高 知道大家根本欣赏不来 所以我擅自私藏了 红灵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这是王后递上了亲手做的双花饼 她笑容温婉带着一份羞涩 因为根据元朝的习俗 给男人做双花饼便有施爱之意 红灵闻眼眼眸微颤 轻轻地咬了一口饼 这样平等的爱恋 是她过去的生命中从未感受过的 温情和感动在两人心里流转 即使清楚他们之间没有未来 但这一夜已经抵过万千 此时红灵还不知道 王正在马场苦苦等待与他赏马 这时副队长来报 说队长红灵黄昏是独自出去了 王这时也猜出了大概 随后叫副队长退下 然而男人却极度起了红灵 王终究还是让他退下了 第二天一早 红灵急匆匆地回到宫中 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 王竟然亲自一架来见他 他神色严肃地问红灵昨晚的去向 红灵借口说去藏书阁阅读兵书 王却逼问他兵书的内容 红灵虽然答了上来 王的怒气并没有消减 随后让红灵取剑来和自己比试 以此检验武艺是否精进 然而王出手十分灵力 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测试 他让红灵千万不要 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手下留情 红灵文言也使出了权力 然而身体早已被掏空的他 宛如一只软脚虾 双腿根本使不上力度 给很快就败下阵来 王已经确认了红灵和王后之间 必然产生了剪不断的情索 然而数十年的相伴 他舍不得就这样捅破三人的平衡 只是给了红灵一个警告 让他及时收治住 自己不该有的多余情感 而陷入这场复杂关系中的红灵 内心的痛苦不比王少 一边是从小就宣誓 要效忠爱护一辈子的男人 一边是端庄美丽怦然心动的王后 他无法取舍 也不知道到底爱哪一个更多 这时属下来报 御灵军查出皇后的哥哥 和一众大臣打算弑军谋反 雍立王的叔叔继承王位 红灵得知后立即召集剑龙卫出动 经过一番追杀 拿到了参与此事的逆臣名单 可王看到名单上的签字 几乎朝中所有的众臣都参与了此事 他感慨自己身边竟然无人可信 于是在朝中设宴众大臣 打算将他们全部清醒了 此时剑龙卫也已经集合完毕 而王宫内还一片祥和 大臣们还得意洋洋地认为 王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废 大家都假惺惺地给他敬酒 祝王后早日诞下王子 这时红灵开门进来 两人一番眼神交流之后 王便示意可以动手了 随后剑龙卫便冲了进来 王将大臣们罪状逐一列举之后 直接下令开始屠杀一个不留 朝堂一时血流成河 在场的人无一幸免 为了让红灵与王后彻底断绝关系 王静令令他亲手斩杀王后的哥哥 随后王又匆匆来见王后 将他哥哥参与谋反的事说了出来 并故意告诉王后 自己已经派红灵亲自去处决了 王后闻言果然悲痛不理 然而令王没想到的是 红灵却因为自己与王后的私情 最终选择放走了国舅 随后他来向王复命 说已经处决了王后的哥哥 这让王很满意 以为这样红灵就能回心转意了 随后王后来质问红灵 他是不是真的杀了自己的哥哥 红灵说出了实情 国舅已经在逃往元朝的路上了 二人就这样化解了矛盾 令人没想到的是 极度红灵的副队长 竟拿着国舅的手机来见王 并说自己亲眼看到 队长红灵私自放走了国舅 王闻言感到十分愤怒 他已经确定红灵对王后的胆情 远远超过自己可承受的界限 第二天王突然召见了两人 说起之前安排他们同房的事 现在打算重新启动计划 就在王后感到诧异之时 王却说这次安排的对象不是红灵 而是副队长 王后闻言悲痛不已 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红灵也当即反对此事 不明白王为何如此决定 红灵知道两人的私情 终究还是暴露了 晚上他独自在房内反省自己 这时王后急冲冲地找了上岸 提出二人一起私奔远离高丽 无论天涯海角他都愿意追随他 但红灵始终无法抛弃 心中坚守的忠义与十几年的感情 他痛苦地拒绝了王后的请求 并请求王后以后不要来见自己了 王后虽然心碎 却也理解他的决定 而红灵为了断绝自己与王后的情感 他选择向王坦诚了一切 拿出身上的配件 请求王取了自己的性命 他已经辜负了王的信任 只能以死谢罪 其实王如何舍得取他性命呢 他还想二人回到从前的关系 而红灵也跪在花园里整整一个晚上 然而王后却在心灰意冷下 选择戈腕自尽 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抢救了回来 之后王询问红灵 真的只是一时瘫痪 才会和王后私会吗 红灵为了王后 选择了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感 王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他 让他先掉往外地一段时间 等一切风平浪静后再把他掉回来 而两人在即将分别的日子里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 从前亲密无间的样子 他们对坐弹琴作画聊心 红灵看着王所做的话 背后之人乃是自己 心中不免更加感动起来 但王后知晓红灵即将掉离王兜后 又忍不住派自己的侍女来找他 红灵本来是拒绝的 但侍女说王后已经怀孕了 当晚红灵与王同眠时 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他思索一番后终于缓缓起身 看着已经熟睡的王 还是决定冒险去见他最后一面 红灵来到两人经常私会的藏书阁 王后果然就在这里等他 这一切尽在眼前又恍如隔世 然而红灵才起身不久 王就醒了过来 他内心生起了无法言明的哀伤 但红灵只是和王后正常的道别 让他放心生下孩子 王一定会视如己出的 并希望他能坚强地活下去 面对王后的依依不舍 王后却叫住了他 随后含着泪走向男人 轻轻靠在了他的怀里 而两人埋藏已久的情感 也在这一刻 如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 然而王已在前往藏书阁的路上 但二人已经忘乎所以 只想享受这最后的欢愉 却不知王已经来到了藏书阁 而正在偷欢的两人 直接被抓了个正着 此生最信任的男人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自己 王感到痛不欲生 然而令他更加羞愤的是 两人竟然相互懒醉 王后说是自己主动引诱红灵的 这一切不是他的错 红灵却说是自己 无法忍住爱慕之情 所以才来找王后撕毁 王听后怒不可乐 其实红灵的精神背叛 才是他真正无法忍受的 给你杀热狗 你酒准备吗 我确不是好 你确认你 此人只是幸福 你仍然不幸福 你一定要 不幸福 要命 不是 一点 ели 不是 是 必要死 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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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王当着王后的面 对曾经深爱的人实施了攻刑 随后红灵就被关进了监狱 但王接着找到了红灵 此时他还想二人回到过去的关系 但对于红灵来说 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始终一言不乏 然而这时御医已经诊断出 王后怀上了红灵的孩子 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而王思考在三后 最终决定让王后肚子里的孩子 成为自己的继承人 随后让副队长 将所有的知情人全部灭口 此时王后也感知到了危险 立马让自己的侍女逃走 顺便让她联系红灵的救部下 让他们把红灵从天牢救出 然而红灵此刻关心的仍然是王后 部下连忙说她已经在宫外等你了 可到了地方他们才告诉她 王后根本没有来 而这一切都是按照她的旨意做的 而红灵却执意回到王宫带走王后 她骑在快马上 此刻的心情无比复杂 当来到一片空旷的草原时 她才恍然明白 原来自己已经不再是男人了 如何给得了她幸福呢 一念至此 红灵又折返了回来 可她倒回到原处时 只看到满地的狼藉 部下们全都被王的人抓走了 而等她再次赶到城门口时 只见部下们的头颅 已经被悬挂在城墙上 而王后的贴身侍女也在其中 当她看到侍女脖子下 挂着的香囊时 误以为王后也被杀了 万念俱灰之下 红灵悄悄混进皇宫 打算替心上人复仇 此时宫内正举行着盛大的庆典 副队长告诉王 红灵今晚肯定会来的 然而王回到王宫后 却让她去保护王后 不用管自己的安危 然而王后竟打算策反副队长 她说知道自己怀孕的人 全部都被灭口了 而她迟早也会步入后城 现在大家都知道王已经疯了 而这王位迟早是要换她叔叔做的 此时红灵一路畅通无阻地 杀入了皇宫 此时王正独自坐在寝宫里 静静等待着心爱之人的到来 红灵打开门后 终于见到了王 看着眼前这个 自己曾经发誓要守护一生之人 此刻他心里只有无限的仇恨 但王只是带着一丝期待 且夹杂着抱怨地问了一句 但红灵只是朝他跪拜 感谢他多年来所馈赠的一切 起身便说出了回来的目的 随后他拔出佩剑 是要与王一决生死 他是要为心爱的王后复仇 而王也对他的决案伤透了心 曾经相知相爱形影不离的两人 最终只能刀剑相向 这一刻他们之间 只剩下无尽的仇怨 两人武艺从小便旗鼓相当 然而几个回合之后 王始终不肯对红灵下死手 劝他只要肯回头 自己可以既往不救 二人还能回到当初的关系 然而红灵一心求死 他拼尽全力砍下 自己曾经最在乎的人 无情地朝身爱着自己的王挥刀 这一刻两人将相爱相杀 演绎到了极致 这时副队长带着护卫赶来了 但王却让他们不要插手 而侍卫们也早就背叛了王 只是站在原地看着两人搏命 在一轮疯狂地交手之后 王也明白了眼前之人 是真的不在乎自己了 他终于不再保留 一刀斩断了红灵手中的剑 剑间随即刺进了对方的身体内 然而此刻他还不死心地问他 是否真的爱过自己 哪怕只是一次也好 王听后静一时间愣了神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 然后红灵却趁着王愣神的片刻 瞬间将宝剑刺进了王的心脏 哀莫大于心死 王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看向眼前绝情的爱人 直到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 王依旧深情地看着他 而奄奄一息的红灵 最终也被副队长一剑刺死 但临死前 他也看到了匆忙赶来的王后 直到这时他才幡然醒悟 自己对王终究是少了一丝信任 他用尽全力转过身来 懊悔地看向被自己误解的王 眼角终于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一切终究是回不去了 而二人曾经所有美好的记忆 也只能遗憾地留在画卷中了 若有来生 他必将不在乎他